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要介紹的是 螺絲的鎖附排除篇 那這裡呢 各位有沒有遇到說 我們拿到螺絲 我們可能要鎖附在一個物件上面 那這個物件上呢 它是有螺紋的 然後我們在鎖附螺絲的時候發現說 我們的螺絲鎖不進去 或者是說我們的螺絲呢 要跟螺帽做鎖附的時候 發現鎖不進去 然後這時候你就不知道該怎麼辦 或者是說 你已經有使用過非常多種螺絲了 但是還是發現說 螺絲依然鎖不進去 或者是說 曾經螺絲是鎖得進去的 但是過了一陣子之後 你有拆過這個螺絲 後來呢 要把螺絲鎖回去的時候 發現螺絲竟然鎖不回去 那這時候我們該怎麼辦呢 我們通常遇到這個時候呢 會比較困擾 如果你是對於螺絲 或者是螺紋呢 是沒有一定的專業的一些知識的時候呢 你往往遇到這裡的時候呢 你就是不知道該怎麼辦 該怎麼去處理它 那今天呢就是會以這樣的角度呢 來跟大家來說明一下 當我們遇到螺絲 沒有辦法鎖附的時候呢 我們等一下呢會介紹幾個 章節呢會依照不同的一些 情況呢來針對去做處理 讓各位呢來排解說 螺絲無法鎖附這方面的困擾 那這裡我們要怎麼樣去 排除它呢 我們就去看下去囉 首先呢我們第一種情況是 螺絲崩牙 那螺絲崩牙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螺絲的它的螺紋的地方呢 去傷到了 壞掉了 所以呢我們有可能遇到說 我們一般可能是物件上呢 是有螺紋的 你可能是加工件 已經有攻好螺紋了 那這時候呢 我們螺絲在鎖的時候 發現鎖不進去 那有可能 第一種是我們的螺絲 螺絲本身的螺牙呢 是壞掉的 再來第二種呢 是我們的加工件 螺紋上呢 它這個部分 內螺紋 它是有崩牙的 導致說我們沒有辦法鎖進去 或者是說 我們是用螺絲跟螺帽再配合 那這時候呢 就有可能是 螺帽的內牙崩牙 或者是我們螺絲的外牙崩牙 所以這時候呢 如果是螺絲的問題呢 我們第一個最簡單當然 就是我們直接換一個螺絲 試試看 如果你換了螺絲 發現說可以鎖附了 代表你原本鎖不進去的那個螺絲呢 或是螺帽 它是崩牙的 那我們就直接把它丟掉吧 避免說我們又混淆了 混淆之後導致說 我們下次再用的時候 又發現沒有辦法鎖附 那這時候呢 當我們確定是螺絲或螺帽損壞 直接更換 然後把壞掉的丟掉 再來呢 你有可能是我們加工箭 或是螺絲 這不能做損壞 那損壞怎麼辦呢 那其實呢 我們是有補救的方法 一般最簡單 最直接的 就是我們拿出螺絲攻 來做一個巡牙的動作 那巡牙的意思呢 在於說 因為我們本身呢 已經有攻好螺絲了 只是說這個 內螺絲的地方 它可能有崩掉 崩牙的現象 導致說我們的螺絲鎖不進去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要拿出我們 相同規格的一個 公牙弓 螺絲攻 因為這部分呢 牽扯到說 它可能有攻字 有音字 或者是有美字等等的 不同的螺絲呢 它有不同的規格 當然這部分 等一下下一個章節會來 稍微說明一下 規格的部分要怎麼去分辨它 那我們就是 假設我們已經知道 相同對應的一個規格 拿出對應的螺絲攻 然後來再攻過一次 尋過一次 如果你發現尋過之後 發現有一些鐵線會跑出來 那代表說這個螺絲呢 它已經被尋過了 那我們再拿螺絲來鎖看看 一般這樣子呢 螺絲就是 應該是可以做鎖附了 如果還是不能鎖附 建議各位 換一顆螺絲試試看 如果換一顆螺絲也不行的話 那有可能這個螺絲呢 螺亞真的是有問題的 那這時候呢 有可能兩個補救方法 第一種呢 就是我們再把這個螺絲 它的螺絲呢 直徑呢 再加大 我們就拿鑽頭 再把它鑽更大的一個孔 然後拿更大的螺絲攻呢 來攻過 然後換更大的螺絲 這是一種方法 第二種呢 我們就直接在我們材料的另外一邊 你可能這邊還有漏後 還有空間 我們再另外鑽一個孔 另外再攻牙 然後呢 另外鎖這個螺絲上去 主要是這幾種方式 讓大家排解 那這邊讓大家了解一下這部分 螺絲崩牙它的解救的方式 再來呢 第二種可能就是我們螺絲它的規格有誤 那我們以畫面上機械螺絲來做範例 那機械螺絲我們最直接的分辨就是 機械螺絲呢 它就是螺絲與螺帽做配合的這類的螺絲呢 我們把它統稱為機械螺絲 那這部分呢 其實它主要分三大類 第一種是公制螺絲 我們大家比較知道的 第二種是英制螺絲 再來是鎂制螺絲 那英鎂制呢 其實有一點點不一樣 有時候大家會混淆 當然有英鎂同一字的 那就是另外一種講法 那這裡大致上跟大家做個說明 那公英鎂制它的差異在於說 第一個是它的螺旋角度 再來呢 是它的螺距 然後跟我們直徑當然也有關係 那所以說 我們直徑呢 如果是相同的 但是螺距不同呢 一樣我們是沒有辦法做鎂附的 那再來就是 我們一般公制呢 跟鎂制 它的螺紋的角度呢 是60度 那鎂制繪式螺絲呢 它是屬於55度 當然這個角度不一樣的時候 我們在螺絲鎂附一樣 也是沒有辦法做鎂附的 那聽了這麼多 大家可能會想說 這麼複雜 如果你不是專業的 你可能對於螺絲呢 是不了解的 你可能聽一聽 還是非常的一頭霧水 不知道該怎麼進行 當然這部分呢 有一些 達人工具呢 可以來輔助你 快速直接的分辨 那這些部分如果有興趣的 可以到影片底下的說明 這裡都有非常多的 專業的達人工具呢 可以快速的幫你分辨 螺紋它的規格 那這樣子各位呢 就可以解決這方面的困擾 所以 有時候我們就是遇到了 規格有誤 才會發現螺絲鎖不進去 當你發現螺絲呢 沒有辦法鎖進去的時候 千萬記得 不要拿工具硬鎖進去 因為這樣子呢 輕著我們上到螺絲 螺牙壞掉 我們把螺絲換掉就好了 那如果說 你上到本體的內螺紋 那就非常麻煩了 有時候呢 我們這個內螺紋 它可能是一個家具的內牙 或是汽機車上面 它本體上 好比說是齒輪箱 或是比較重要零件 像是引擎 然後你拿了錯的螺絲 然後你又拿了工具 拿了扭力板手 硬把它鎖進去 然後發現說 那你的螺絲還壞掉 那真的是 我們有時候 可能用螺絲弓可以補救 阿如果沒有辦法補救回來 就是非常困擾 所以千萬記得 我們如果還沒有確定的時候呢 你千萬不要拿工具硬鎖 我們可以先用 我們用手的力量去鎖它 如果 真的沒有辦法鎖進去 不要再硬鎖進去 我們就來換個螺絲 然後用幾種方式 我們看一下 我們第一個當然是 最好是分辨出 我們螺絲的規格 所以我們就可以拿出 我們的 達人輔助工具 先把螺絲規格找出來 再來進行下一步的動作 那這邊先給各位參考一下 再來第三種情況呢 就是種類有物 那一般呢 最常發生的就是 自工螺絲跟機械螺絲呢 兩個做混淆的 那其實呢 如果對於專業人士呢 我們其實 一看螺絲的牙伸 或者是頭型 或者是它的外型呢 我們就已經可以分辨出 到底它是自工螺絲 還是機械螺絲呢 那關於自工螺絲 其實它的分裂還有很多 如果有興趣的 可以到影片底下的說明 這邊有更深入的一些細節呢 可以讓大家做一個學習跟參考 那這裡呢 這是什麼意思 我們一般呢 有時候我們如果是那種 裝潢類的 或是木工類的 有時候我們就是會運用到 木螺絲 自工螺絲 那這時候呢 我們可能把螺絲拆起來之後呢 然後呢 我們就是 拿到了我們一般的機械螺絲 然後想要把它鎖進去 鎖不進去 怎麼鎖都鎖不進去 或者是說 我們不小心拿到了這個 自工的螺絲 然後要來鎖機械牙的螺絲 我發現還是鎖不進去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是因為 種類有物 那種類有物 當然它是沒有辦法鎖付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牙伸 那一般呢 如果是機械螺絲 我們剛前面有提到 它就是螺絲螺帽兩個有 互相做搭配的 一般這個叫做 機械螺絲 所以機械螺絲呢 一般呢 我們就是會有螺帽搭配 當然它的牙伸的部分呢 我們看牙的地方呢 自工牙 或是這種 尾端像 鑽頭的是 鑽尾螺絲呢 它的牙伸都是比較尖的 因為從這邊上 我們都知道它是 自己會去工牙 所以呢 它是沒有螺絲配合 甚至 我們在本體上 也是不需要做工牙 它是運用的螺絲本身呢 弓肩鑽肩鑽 合在一起的 像鑽尾螺絲就是這個方式 我們常常在裝潢會看到的 那這裡呢 我們就看 一般肩圍的 或是螺雅比較尖 螺距這個 螺雅跟螺雅之間的距離比較大的 一般這種就是 自工螺絲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機械螺絲 那這邊可能大家會比較不知道的 機械螺絲 其實呢 它有分 兩種 一般我們最常知道的是 鎮牙 就是俗稱的 右螺紋 就是我們順時針鎖的時候 它是鎖進去的 那另一種有個螺絲叫做 左螺紋 或是反牙 那這個意思在於說 我們在順時針轉的時候 它反而是退出來的 所以我們有時候可能 拿到這種很特殊的螺絲 我們在鎖的時候發現說 它螺絲鎖不進去 那你可以試試看 反轉鎖看看 如果反轉鎖進去 代表你拿到了 左牙螺絲 或是說 你螺紋的本體呢 它就是左牙的 因為我們有時候呢 有一些 特殊場合 它可能是要防鬆脫的 會運用到這種左牙螺絲 那這邊呢 讓大家參考一下 你是不是種類是拿錯的呢 再來呢 第四種情況就是 我們在鎖的時候發現說 非常的緊 你就覺得說 一開始鎖就還好 就鬆鬆的 但是越鎖怎麼會越緊呢 然後你就發現說 是不是我的螺絲壞掉 那是我在去 找一些螺絲工 又不容易找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我們是不是正在鎖 管用螺紋 或是管用街頭 那這時候呢 我們該怎麼分辨呢 其實我們從它的本體呢 大致上就可以看出來 如果說它 這個部分的本體呢 偏大一點 然後呢 它中間有一個空洞 那通常我們這個時候呢 在鎖附的就是 管用螺紋 管類的 那這個部分呢 你如果在鎖的時候緊緊呢 其實呢 它是正常的現象 只要我們在鎖附的時候 我們用手去鎖它 前幾牙都鎖得進去 但是到後面就卡住了 你鎖鎖不進去 甚至你必須要拿工具出來 那你拿工具鎖的時候 又發現 又覺得很緊 跟我們一般鎖附式的感覺不一樣 其實這是正常的現象 因為呢 我們一般這種 管類的管用街頭 管用螺紋呢 會運用在哪裡比較多呢 不外乎是 氣壓 空氣 或是油壓 走油路系統的 或是說水路系統 像我們一般 家裡常見的水龍頭 走水路 等等的 這類的我們都會用到 管用螺紋 管用街頭 那為什麼它必須要這樣鎖起來緊緊呢 因為呢 我們要防洩漏 像是氣體 或是這種瓦斯 天然氣 或是我們的水龍頭 或是油壓 如果呢 你沒有這樣子有防洩漏的機制呢 我們在鎖附的這個地方 然後這個面呢 其實它都會有洩漏的現象 所以如果仔細看在安裝的師傅呢 他們呢 在安裝這類的管用街頭 他會拿出另一個東西 叫做Table Seed 就是紫屑帶 我們會在這個螺紋的地方 纏個幾圈 然後再來做鎖附的動作 這一方面 當然也是 是在組裝的時候一個 算是一個know how 因為這樣要讓它這個密合度更好 來防止洩漏的 所以如果呢 你在鎖這一類的管用街頭的時候 發現說 鎖的時候非常的鬆 很輕鬆 我就覺得說鎖的時候很順呢 鎖 從頭可以鎖到底 那這時候你就要擔心了 你可能你這個街頭是有問題的 你這樣從頭鎖到底都順順的 代表呢 這個地方喔 百分之百 絕對會洩漏的 時間問題而已 所以這方面呢 我們就要注意一下 你如果鎖起來很緊 其實呢 是正常現象 只要是正常狀態的緊度呢 都是ok的 那這邊 分享給各位知道一下囉 再來呢 要來做一個簡易的分辨 那這裡主要分三大類 第一種 我們就是 機械的螺紋 再來呢 是至公牙螺紋 第三種是管用螺紋 那這三種 對於我們一般專業人士 當然呢 有辦法去分辨它 那如果你是不了解的呢 一般我們是在做DIY 或是在做零件更換的時候 對於螺絲的知識是不了解 可是又不知道該怎麼去分辨 那這時候呢 我們可以運用 達人的工具 來輔助你 那這方面 我們來講第一種 第一種呢 是屬於 機械螺絲 那機械螺絲 機械螺絲 機械螺紋呢 我們一般呢 它是螺絲螺帽做配合的 所以這方面呢 它就是 機械螺絲 那它裡面呢 當然有分 公字音字 美字 甚至有 規格大小 1% 1% 1% M6M10 等等這類的規格 那這方面呢 我們要怎麼快速分辨呢 我們可以使用 達人工具來輔助你 那如果你有這方面的需求呢 可以到影片底下的說明 這裡都會放上達人工具的一些 參考 可以做一些選購 再來呢 第二種呢 是 自公牙螺絲 那自公牙螺絲呢 我們要 分辨的方法 很簡單 我們直接看螺牙跟它的尾部 如果是尾部尖尖的 螺牙摸起來尖尖的 然後呢 牙跟牙之間的距離呢 又比較長 這方面通常就是自公牙螺絲 那這部分 那你如果想要知道它的規格呢 一樣 達人工具 有這類似的 我們可以去輔助 來把它找出正確的規格 一樣 放上 連結給各位做一些參考 再來呢 就是管用螺文 那管用螺文的分辨呢 會比較簡單一點 一般呢 它是偏大一點 比較大型的 像這種街頭 或比較特殊的 再來呢 它中間呢 可能是中空型的 那這方面呢 如果你要了解一下 管用螺文街頭呢 它的一些 種類認識呢 這邊呢 會有一些 之前有介紹過的一些章節 我們可以去做一些學習 那如果呢 你想要分辨規格的話呢 這裡呢 達人工具呢 把它做成 四大天王 那管用螺文呢 會有四大天王 我們一般最常見的 那規格呢 怎麼去分辨它呢 都會輔助你 來找到正確的規格 那這裡呢 我們做了簡易的分辨之後呢 我們就知道說 到底呢 我們的螺文 螺牙鎖不進去呢 到底是什麼方面的問題 那我們在針對這幾種問題 來做一些排解囉 最後呢 來總結一下 我們螺絲鎖附的排除篇 那這裡呢 給各位一個最重要的觀念 我們如果在更換螺絲 或者是我們在拆裝的時候呢 你發現說你的螺絲 或是螺帽 或是 類似這類的一些 零件 像是五金接頭啊 或是制弓螺絲等等的 都一樣 甚至說是螺絲弓的工具 也一樣 我們在做一個鎖附的時候 或是工牙的時候 你發現說 有點奇怪 好像 弓不太進去 鎖不太進去 那這時候呢 第一個 絕對要停止動作 那我們先撇開工具 我們來看 五金螺絲的部分呢 如果呢 你在鎖的時候呢 第一個 記得 你一定要用手去做鎖附 先不要拿工具 你先鎖看看 如果發現說鎖不進去的時候呢 我們就來 你可以運用你的專業知識 或者是拿出我們的達人工具呢 先把螺絲 它的規格找出來 找到正確的規格 因為你有可能拿錯的規格 去做鎖附 或者是說我們來警察一下 螺絲牙有損壞 這時候我們必須要先確定的 因為我們如果沒有做這個動作 螺絲拿來 就直接鎖 那你覺得說 鎖不鎖不進去 是因為力量不夠 就拿了工具 硬把它鎖進去 那這時候 你有可能會傷到螺絲 或是傷到我們的本體的螺絲 這都還好 如果你可以處理都還好 如果呢 你鎖掉之後呢 第一個有可能 鎖一鎖 因為那個扭力很大 那你用螺絲 鎖不進去 那你用工具或硬鎖的時候 你的螺絲頭如果斷掉了 那這時候是非常糟糕的情況 如果你的螺牙斷在了本體的裡面 是非常難處理的 當然我們市面上會有一些 斷牙螺絲的一些取出的東西 但是 不一定每個人都會用 而且不一定真的取得出來 那這是最糟糕的情況 所以我們在這個前提呢 最好都要避免這樣的現象 如果呢 你曾經有斷過螺絲頭 你一定能體會 這種痛苦 所以呢 千萬記得 我們在鎖的時候呢 真的 螺絲鎖不進去的時候呢 千萬不要拿工具 硬把它鎖進去 因為呢 如果發生這種情況呢 是 非常難處理的 所以這邊千萬切記 各位 不要犯了這樣的錯誤囉 那當然前面幾種方式呢 有介紹給各位 怎麼樣去排除它嘛 如果你有不了解的 你可以回到前面幾個章節 來做一些學習跟參考囉 那今天的教學呢 就到這邊為止 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學吧 拜拜